18岁女孩此刻惊恐不已 房内的男人是当地最有前世的富二代 女孩被迫和她签下的婚约 此时此刻 富二代丧彪突然发现 贝拉竟然没带他们的订婚戒指 丧彪质问她 为何不带我送给你的十克拉钻戒 是嫌弃钻戒太小了吗 贝拉却没有理会丧彪 她只想好好学习考上一科大学 丧彪一把扔掉她的书本 她终于忍不住要发飙了 后天就是咱们举行婚礼的吉日 以后你就在家向护教了 还学习这些有的批评 贝拉恳求丧彪放过她 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动情 丧彪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却对我毫无感情 丧彪一巴掌将贝拉扇等在沙发上 还抓住她的窝 警告贝拉乖乖听话嫁给她 否则就别怪她腊手碎话了 贝拉神情惊恐地看着丧彪 眼泪都被吓出来了 幸亏家人们及时出现 阻止了丧彪癫狂的行为 母亲警告丧彪 再等两天贝拉就是你的人了 没必要在这个街骨眼闹上 为了让贝拉断了读书的念习 丧彪母亲竟然撕烂了她的书 还将她在校时的所有警告证实都收 很快夜幕降临 为了能帮贝拉摆脱丧彪这个病态 小美连夜找上门并告诉她 由于她在校成绩非常优秀 有扶贫基金协会接纳了她 只要贝拉一家同一搬家去协会所在的城市 他们可以在那里过上安稳的生活 就在这时 贝拉母亲突然出现 经历了白天的事情 她不忍心贝拉架给丧彪继续受骗了 她刚偷偷了两人的队伍 也表示同意了小美的搬家建议 第二天一大途 小美就派人来寄贝拉一家 但一心想攀上豪门的姐姐最后 却死都不可跟他们走 竟然就这样跑了出去 小美只好开车去追 而贝拉母亲也不放心罪话 想要去寻找她 就这样一单 却遇上了文讯赶来的富二代丧狂 此刻的丧彪彪彻底怒 直接将贝拉母亲和弟弟关进了屋 随后直接淋上两大桶器 丧心病狂的丧彪要当着贝拉的 将她母亲和弟弟当场烧死